大家好 欢迎收听网项片设备会结节目 今次就想跟大家讲一下 中国的邻国 越南目前所面对的一些经济问题 最近 有报道说到 越南的出口订单 尤其是在纺织业方面 续续下跌了多达80% 境内竟然有多达 数以万计的纺织厂停工 更有报道说 有大量的人失业 到底越南是发生了什么事呢? 在节目开始之前 希望大家点赞、订阅和分享 订阅就订阅一下 我们三个频道 网友编辑部正韩报和沙冷气 就是对我们团队最大的支持 据说 有报道更加讲道 越南的中产 目前面对着非常严峻的问题 不单止 很多工厂要停工 更加引致 房地产出现爆雷的情况 多达上千个楼盘 竟然出现烂尾 房价报的足足超过三成多 更加有说到 有大量的越南中产 因为房地产的泡沫爆破 因而损失惨状 但是股市就持续走高 大家可以看看这幅图 这幅图就是 越南股市的胡志明指数 从5月一直到 7月31日 一直持续上升 更加是 创造出 10个月来的历史新高 但是 由于 缺分一个实体经济支撑 恐怕 越南的股市 也可能会出现 泡沫的情况 尤其是 当外资开始撤走的时候 加上 当地的房地产 持续不稳 越南的股市 恐怕都会 跟着一起跌 为什么 越南出现 这样的经济状况 在去年的时候 有人就说到 越南 将会成为 取代中国的一个 制造业的中心 还在去年 更加有人特别提到的就是 美国 是积极扶持着越南 但是为什么 去到今年 越南的製造业 这么惨淡呢 会不会 越南的製造业 回流回到中国 但是 事实上 没有这样的事发生 大家可以看看画面上 这个图表 根据 中国的海关总署统计 上半年的全国 纺绩服装出口 就有 1426.8亿美元 同比下滑 多达8.3% 反而 中国在汽车制造业 以及出口 就超越了 德国和日本两大汽车强国 也是首次 跻身于全球第一 但是 越南就没有 一些有竞争力的替代品 不单 服装出口下滑 连手机等等的 电子产品出口 也都出现大幅 下滑的情况 在去年的时候 越南的GDP 就暴增8.02% 成为世界增长得最快的一个国家 是世界第一的 当时 不少的西方媒体都说 越南发展得这么好 中国 相比起越南 就黯然失息了 所以 又有人推断 越南的製造业 是否会取代到中国呢 但是从今年的 数据我们见得到 越南製造业 看来 就没什么办法 可以取代得到中国的 那为什么 越南是取代不了呢 我认为 其实很简单的 目前越南所面对的问题 不单止 只是越南发生 甚至乎 连中国都一样面对着 越南的纺绍品出口下跌 也都在 中国的纺绍品出口反映出来 可以说得是 大家都面对着同样的问题 主要的原因就是 需求减少 而这个需求减少 不是针对一个国家的 是针对全球的 问题就来了 由于越南 发展得较迟 更加没有其他产业 可以 代替得到 所以 当越南的纺绍品出口下跌的时候 那个影响相对来说 就比起中国为之大 某个程度上 越南的製造业 也可以说得上是 中国的製造 的延伸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 好像 越南的 纺绍品 电子产品 以及 金属加工等等 基本上 有不少的 都是 中国製造的 下游产业 为什么 会说到越南 其实是中国製造的下游产业呢 这个原因 都是因为 多得美国 不少的 因为美国 是过去这几年 就对中国制定了不少的 歧视性的关税 专专业 针对中国 所以也逼使不少的中国企业 转移到 越南的 铁牌製造 不少的产品 通过越南再出口 某个程度上 亦都对 越南的製造业 以及越南的经济 做出一个 虚假的繁荣 景象 至于越南 真正的两大产业 其实 一个是石油 第二个 就是农产品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越南的第一大出口 是中国 2019年 中国 进口了多达 120万吨的越南石油 这个数字 竟然 占有越南石油的 总出口额 多达30% 因为这个原因 越南每年出口的石油 大约为越南创造出 多达 21亿美元的 外汇收入 而越南的农产品出口 更加比 出口石油 所赚出的收益 更加高 但是榴莲出口 就已经为越南 带来多达 10亿美元的收入 不单止 咖啡 大米 腰果 等等 这些产品出口 每年 亦都为越南 创造出超过 10亿美元的收入 而从这些数据 我们亦都可以推断得到 越南的製造业 事实上 并不是这样发达 而主要 赚取外汇的出口产业 是能源 矿产 农产品 等等的初级产品 至于智能手机 亦都是越南出口额 最大的产品 但问题就是 好像製造智能手机一样 严格来说 去到越南的 都只不过是 组装 虽然 出口量大 但同时 进口零件 的量亦都非常大 将零件进口 然后在越南组装 转手 再出口 去到其他地方 在越南来说 所赚的钱 就真的不是那么多 当中有一大部分的 都流入了上游产业的中国 美国 日本 以及 韩国的公司等等 简单来说 越南的 手机销售额 越大 但利润 仍然很小 至于 对越南来说 最大的 出口国就是美国 而越南製造 其实也面对着 跟中国製造 类似的问题 因为在某些产业里 跟中国製造都相似 尤其是 中低端製造为主 劳动密集出口型的产业 而且 做这些工作 变得 越来越难做 为什么 当中 有两个原因 第一 这是来自全球经济衰退的风险 过往来说 一直以来 越南都是扮演着一个 生产者的工厂角色 而生产出来的产品 主要是买到美国 这样 就能够维持到 越南的生产规模 但是当美国人不买了 就立刻导致 不少的工厂停工 甚至乎倒闭 要解决这个问题 唯一的办法就是 发展内部需求 但是 由于越南 一般来说 工资就真的太低了 消费能力 也很有限 是这样的情况下 内需 根本没办法 消化得到 一直以来 勇于出口贸易的产能 简单来说 就是 一个美国人 每年可能会买 50件衣服 但是一个越南人 每年 就只能买 10件衣服 如果美国人 不再买 越南的衣服 越南工厂 就会剩下40件衣服 是这样的情况下 越南的工厂 就只能停工 生产了的产品 也没办法 从越南本土的市场 消耗 现在的情况就是 美国人的消费 也变得 越来越少 因为 美国人 对 经济的期望 存有一种 下滑的风险 所以也导致 不少 美国人 都开始 洗少了钱 已经不再 好像 以前一样 买50件衣服 现在 只是买 50件衣服 而第二个原因 就是 现在有不少的订单 不再去到越南 因为 美国自己 也在搞 将製造业回流 有不少 中低端的製造业 大量转移到墨西哥 也让墨西哥 成为美国 第一大的贸易伙伴 不但在当地的纺织业 高速增长 汽车製造业 芯片製造业 电子製造业等等 都在 墨西哥里面 集中爆发 虽然墨西哥 不需要掌握什么核心技术 但是明显地 抢了 很多越南的工作 加上 越南来美国的距离 都真的太圆了 反而墨西哥 中国就有地理上的优势 美国这样弄一弄 就搞到 不单止越南的 纺织业 没了订单不得 连一些劳动物责任 但是技术含量低的工作 都逐渐被墨西哥取代了 而从这一点也解释得到 为什么中国 在几年前 就一直呼吁要做产业升级 这个就是原因 你要保持 自己的优势 就必须要在产业链那方面 持续向上发展 当其他国家发展起来 如果你仍然 仍然保持着 大量依赖下游产业 其他国家 就很容易取代到你 反而如果 上游产业 继续发展 其他国家 例如印度 墨西哥 巴西 土耳其 等的国家 你就可以保持着 现有的优势 也没有那么容易取代得到 在出口贸易这方面 去年 越南 就发展得 非常之好 但是去到今年 就真的是正国鬼一样 这些 劳动物责任的 低端产业 现在叫苦年 反而 技术含量高的 高端产业 就能够保持着 逆流而上的姿态 所以 从这方面 我们也能够感受到一点 就算你出口额 不断增长也好 但是不少做外贸的人 反而就感觉到 震震寒风 因为 廉价的 劳动物责任的 产业 那个竞争力 就变得越来越弱 出现这种变化 主要的原因 就是产业的竞争格局 出现了很大的变化 不少无法适应这种新的变化 恐怕 就只能够被 市场所淘汰 从众也能够解释得到 除了要 大力加强 和发展内循环之外 更加要在产业方面 持续升级 这样才能够 保持得到 优势 不过对越南来说 近年想面对的问题 就格外严峻 再加上 美国人的购买力 也变得没有以前那么疏爽 这种情况就直接导致 今年 越南的製造业 面对着 严峻的挑战 而且确 现在的最后生意 变得越来越难做 不但中国是这样 越南也是这样 另一个原因我相信 就是 我们大家都面对着 在地缘政治上 的不确定性 纵美之间的关系 不但变得越来越冷淡 更加出现 越来越强烈的对抗性 这种不健康的关系 也直接 影响周边的国家 可以说得上 一荣俱荣 一选俱选 好了 关于越南的话题 这次就分享到这为止 下次回来 再和大家分享其他话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